如果有一些比较屬於他想法上的糾結 或者是他波動比較混亂的話 彈琴狀就會很有幫助 所有東西都是波動 所以想法糾結 他也可以是某一種波動的糾結 然後彈琴的時候就很像是透過那個穩定的聲音 去把這些波動糾結把它慢慢鬆鬆鬆開打開 像我們老師的敘述是這樣 他說他設計出來的目的是為了幫人家開悟用的 他的聲音比較多是跟床上這個人有關係 所以等一下會聽到大寶的琴聲音 好像被脫光的感覺為什麼 那我等一下就為大家線上一曲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寶 我們今天又來到介紹身心靈領域各個工作者的時間了 然後我們今天來到了一個很特別的工作室 這是一個琴床的工作室 你可以躺在琴上面讓琴師來為你服務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呢 我們來介紹一下這邊的主理人 琴琴 哈囉大家好我是琴琴 琴這裡是我的工作室 我們大概是在10月的時候 然後參加了一個在大直的一個身心靈Party 叫平醒時空 琴琴那時候他也是去 算是參展的其中一個療癒師 我啊鳳凰還有我們的朋友左撇子都有上去躺一下 對然後躺完以後就覺得太療癒了 所以呢鳳凰就說 我們一定要找琴琴來介紹一下 這都實在太酷了 平常只是躺在美容床上或枕療床上而已 可是沒想到這個枕療床的下面竟然是一根一根的琴弦 然後一邊在波動的時候就覺得 哇不只波動這個琴的琴弦 連我的心弦 不是我的腦波好像就一起被調整了 靈性的按摩 想要問一下琴琴 妳大概是什麼時候開始接觸琴床這個東西的 最早接觸到琴床大概是在三年前 是朋友帶我去體驗的 他把琴床的體驗描述的非常神奇 這樣裡面可能會看到很多畫面啊 或者是會有很多的感覺冒出來 可能會突然想哭 就是躺在床上 然後眼淚就不知道為什麼就會流出來 然後可能也沒有感覺到很明確的難過或什麼 但他就很自動的會流出來 妳去體驗的時候妳躺在那個琴床上 妳自己也有經歷一些什麼內在的變化嗎 然後那次應該是我第一次在一個過程裡面看到這麼多的畫面 然後就很像在海裡面游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很多人一起去 然後我們體驗琴床的人會在一間房間裡面體驗 然後其他人會在外面躺著聽那個琴聲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一出來的時候發現所有人都睡著 但是其他人彈琴的時候大家沒有這麼好睡 妳是睡眠救星欸 我們之前常常就會說其實動態式的靜心或是所有的靜心 其實對現代人來說一個最重要的幫助就是讓妳可以好好睡覺 每一天太多的資訊太多的吸收的input 然後我們一直都沒有時間把它就是抒發出來 所以妳上去做的那個體驗 然後覺得有很多的感受 然後妳就開始去學嗎 因為我本身是治療師 哪一個方面的治療師 我是物理治療師 是徒手治療的那一種嗎 對 所以常常會去幫人家處理一些疼痛 然後就發現有些疼痛 沒辦法單純的用我會的東西去解決 所以就一直在找一個方式可以搭配著使用 然後覺得清裝是一個可以處理到我平常手法做不到層面的一個方式 像我在做徒手的時候可能可以從身體的一些緊繃或放鬆 跟著身體的去做一些調整 對 但如果有一些比較屬於它想法上的糾結 或者是它波動比較混亂的話 彈琴狀就會很有幫助 然後我們在彈的時候那個波動是會變化的 有些人他身體比較緊的時候清水源會變崩 所有東西都是波動嘛 所以想法糾結它也可以是某一種波動的糾結 然後彈琴的時候就很像是透過那個穩定的聲音 去把這些波動糾結把它慢慢鬆鬆鬆開打開 那因為妳自己是物理資料師的背景 然後又加上現在是琴師 妳會兩個技能綜合起來去操作嗎 會 我覺得有些人他適合直接從身體層面這個方向去做的一些方式 徒手的去幫他做一些調整 然後接著再請他上琴床然後再彈琴這樣 不一定 可能他現在這個階段需要的東西不通 所以我就會看這個人狀態去決定 我們要彈琴還是要做身體的 所以有時候可能妳會遇到有人來 是希望要預約彈琴床的結果妳就說 妳其實比較適合做身體的療癒這樣子 也是有的 會 但通常他們來我還是會讓他們彈一下琴 但是他們會感覺的出來差別 就在琴床上可能覺得好像 有一些感覺但是沒有這麼大的變化 反而到了做蘆劍椎或內臟按摩的時候 他又突然覺得身體輕鬆很多 可是像等一下我們要操作那張琴床 他不是琴鞋每一根都是一樣出戲嗎 那不就等於含出來是同個頻率嗎 對 像我們老師的敘述是這樣 他說他設計出來的目的 是為了幫人家開悟用的 從原本的身心這一塊整理過後的下一步 連接頂輪去做一些靈性的探索 也就是說其實琴床他能夠協助疏通的很多是 關於上面這三個脈輪的狀態嗎 這張琴是這樣子 因為他的頻率是設計在那個頻率上 但如果像我們另外一張琴 他就可以設計不同的頻率 然後有些頻率他可能就比較適合身體的整理 然後有些頻率比較適合心情上的抒發 那你接觸這個琴到這麼久 就這段時間你有覺得你自己有什麼改變嗎 我覺得好像會變得比較真實的面對 所以就是我覺得日常我都過得很好 我沒事啊 但是一彈琴你就會 喔琴怎麼這麼亂這樣 圓形畢露 因為彈琴的混亂不是我只要控制 他就可以控制好了 他一定需要我回到生活上去處理一些 我不願意面對的問題 我覺得事不宜遲 不如我們先去體驗 然後我們再回來聊 好啊 你感覺我今天適合體驗琴床嗎 還是其實我今天比較適合做徒手的 乳劍谷 我覺得你今天 一定要彈琴床 不然就沒得拍 因為我們之前在那個 身心靈加蓮華遇到的時候 感覺彈琴床都是很和緩的 但是是不是其實也可以到很 激昂的 對 沒有辦法先設定對不對 沒有辦法設定 但那個聲音比較多是跟 床上這個人有關係 所以等一下會聽到大跑的琴聲 好像被脫光的感覺 為什麼 那我等一下就為大家 線上一曲 好啊 就像我一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是会感觉到那整个能量确实是往顶纹上面一直在疏通出去 然后几个瞬间会看到就是很像宇宙当中所有的东西都只是震动的那种影像感会出现 然后自己也融到那个震动的频率波里面 然后顶纹就开始越来越麻 越来越麻 我觉得每一天我们都是很多的能量都堵在头脑啦 因为很多的input都是资讯都是往这边 可是当上去之后一拨然后它就开始动开来 松开来 我觉得确实最有感觉的真的是第三眼跟顶纹的部分 一直上去一直上去 然后这边就开始流动开来 对然后中间一瞬间我还就是有在抖动就觉得 喔 像水流流过水管 喔 通了 因为身体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管道 会觉得好像里面某一些管道它好像比较多东西 然后在边谈边谈的过程里它们就会疏通 好 我们让凤凰也来体验看看 好了 不用啦 你欸 好的 être minist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覺得跟上次談不太一樣 但今天很有趣的事情是 我不覺得聲音是從外面來 好像是從我的腹部自己打出來的 就是我好像不存在 它會穿過我這樣 好像就是躺在宇宙裡面好舒服 就飄在那裡 這樣 就是這個感覺 而且因為剛剛我先體驗了五分鐘 然後我覺得好像大家的腦波狀態 都已經被先暖身了 然後接著當你躺上去的時候 那很快就真的馬上就進到那個頻率裡 對 而且就是因為我們現場有光嘛 所以眼睛理論上是白的 對不對 看完 可是後面它就變藍的 然後就真的好舒服啊 然後就一陣一陣波上來 然後就是你會感覺到那波在身體裡面游走 然後就好像你在一個無垠的心海裡面 然後自己在那邊飄就好舒服 因為我們彈琴的時候一下去會知道 喔這個人的聲音 他的狀態如何 然後在彈鳳凰的時候會覺得 哇好細膩喔 然後就是在整個胸腔裡面 它是好細緻好細緻的 的那個觸感 然後就會覺得琴聲需要放得很慢 然後那種覺知的感覺要放得很細 然後一點點的從這邊慢慢彈下去 然後最後的接上某個東西之後 可以到肚子裡面 然後再回來到胸口 就好像某個東西會被比較 敞開來的感覺 因為我一開始會想說 欸我的琴聲好像真的比較小聲 喔對 溫柔 那工作不是只有跟我工作 那個當下我覺得我是跟宇宙一起共振 就是我就不存在 只剩下聲音跟宇宙這樣子 全身那個鬆軟的程度 就很像剛剛泡完溫泉那麼 泡完溫泉然後還在按摩完 然後還喝了一個熱熱的東西 然後全身都覺得很幸福 可能還吃了一個甜點那種舒服 那腦內飛就非常快樂 哇 對吧 邪情素都來了 其實我們今天來錄影的這一天呢 非常巧妙的琴琴呢 剛好最近就在開發一套 關於琴床的牌卡 他說他今天早上才收到 然後我們剛好就來了 所以呢 就不如趁現在一起介紹給頻道 前面的所有呱呱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妳會琴床做的這個牌卡嗎 卡片叫做聽聲音關字機 我們會做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琴床它不好運送 所以為了要讓聲音可以擴散出去 讓大家可以感受到琴聲的一些好處 或者是幫助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這套卡片 然後裡面會有一些練習 然後搭配琴聲 它是到時候會跟著音檔 一起給大家之類的嗎 卡片裡面有三首琴聲 我會給你一個QR Code 然後裡面就會有音檔 你給自己掃 然後練習的方式 你可以先看完之後 你就播放音樂 聽音樂的過程裡面 你就可以去做那個練習 那我們今天可以就是 為我們示範其中一個琴聲嗎 好呀 其中一個練習是 練習聽聲音 就是聽音波 那聽聲音的練習 是要讓我們去練習 不要抓取某個聲音 可是可以不斷地去打開 我們聽力的一些覺知 所以在聽琴聲的時候 會練習說 我聽到一個聲音 然後先放掉 然後再去聽下一個 然後再聽下一個 再聽下一個 我覺得它是一種靜心的過程 那也會幫我們打開耳朵的一些感受 然後我們等一下呢 就直接把這五分鐘 獻給螢幕前面的你們 大家可以跟著等一下琴聲 一起進行 能靠邊 有人們 出來讓我們怎麼看 拿來 對 到 你 有 我們 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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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